每年的七八月份 是内蒙古西林郭勒大草原最美的季节 自然也就成为海内外游客 静香云起的时节 在这美不胜收的大草原 游客们不仅能够体验到 别样浓郁的民风民俗 还可以品尝到 传承千年的地道美食 烤全羊 手饱肉 涮羊肉 奶茶 可说是每一个到草原旅游的人 必尝的美味 在西林郭勒盟太不四起 我们有幸品尝到了 当地民俗精心制作的盛业 烤全羊 羊肉对许多人来说 是充满诱惑力的肉体 而羊肉最经典的做法 就是烤全羊 在西林郭勒大草原 烤全羊是招待贵客的盛演 每年夏季 来到这里的人都会对烤全羊的鲜嫩赞不绝口 恩克吉日嘎拉 是烤全羊的金牌厨师 在太普四起 烤全羊就是一个招牌 要达到外酥里嫩 不油腻又有醇香的口感 除了入味的加工 还要选择上层的肉材 羊要选择两年以内的绵羊 在这个季节刚刚屠宰的羊 要尽早进入烤中 一百分钟以内 炉中的羊在密闭的环境下熏烤 火候的精确把握 就是至关重要的 要根据羊的大小 不同的季节 甚至是羊的品种 不断地调节 一百分钟以后 随着烤炉打开 烤羊的香味散发出来 一只最为正宗的烤全羊 才算完整 这是对于客人的最高敬意 据说当年烤全羊 是成吉思汗最爱吃的一道 宫廷名菜 是接待贵族 犒赏将士的顶级大餐 厨师分割烤羊的刀法很重要 每一刀的力度都是有讲究的 这样咸熟的蟹肉刀法 在旅游棒季 每天要重复几十次 密制的辣酱要均匀涂抹 使辣酱的滋味 渗透到酥脆的表皮里 吃起来唇齿流香 西陵姑勒盟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 属于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 夏季光照充足 雨量充沛 当高温与降水同时出现 就可以为草原优质牧草 动物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俄日德牧土今天把羊群早早赶回家 因为女儿和女婿要从200公里外赶回来 对于牧民们来说 能称得上羊肉最顶级的吃法并不是烤全羊 而是喝一种有养生功效的汤 当地牧民称这种汤为宝原汤 可驱寒补气滋养身体 杀一只羊 截取一顿盲肠 再割去养起背内侧的肉 也就是羊身上的精华部分 用这些材料才能做出一碗地道的宝原汤 据说 以前只有生病的老人和坐月子的妇女 才可享用到 羊肉是这道汤的主料 而草原上特有的沙葱 也是必不可少的食材 这个了 你说的这个沙葱长得怎么样啊 你等会儿去咱们就这样的汤 现在这 看过去这一片 还不知道哪样到底是您说的要长的那种 为什么今天你做这个菜要放沙葱呢 这沙葱必须的 必须的 沙葱就是这种的 哦 这就是呢 我看看 嗯 这是沙葱是圆的 嗯 味是跟韭菜是差不多 对我正想说那长的 韭菜不是那是扁的吗 长得好像是比韭菜小一号的那种感觉 嗯 那味也挺强的 那有这个韭菜的香味 嗯 嗯 就这样的 那老师 这个沙葱到底是有什么营养价值啊 咱们做菜的时候还要放这个作为原料 这沙葱就是葱类的一个 跟葱类一样 跟韭菜是扁的 这个沙葱是个湿芯 嗯 它是这种你看这个一个 白开以后它是个湿芯 哦 就是跟葱类一样 主要是这个做饭的时候放了一个它有挑味 嗯 它是个辣 比较辣一点的 哦 嗯 沙葱生长在半荒漠草原 富含多种维生素 草原上蔬菜匮乏 沙葱就成为牧民获取营养的一个重要来源 除了选取沙葱外 保原汤的制作还需要一种天然的烹调器皿 芒肠 用羊的芒肠做保原汤 主要是可以驱寒补气 那为什么要选择羊的这个部位的肉啊 这个就是基柱骨的内侧的肉 嗯 它又瘦又鲜嫩 嗯 要选择这个比较鲜嫩的肉 鲜嫩的肉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对这个小羊的它的年龄会有要求啊 哦 现在是这种一般 那个必须是二十个月到三十个月之内的这个羊 就牛羊也好 它也往往都有一个生长期 它生长期到了以后 它才有这个营养 既要保证它这个年龄段 能达到咱们这个营养的标准 还不能太老 将洗干净的沙葱切碎 沙葱味心而不辣 是包制保原汤的上加伴侣 沙葱与羊肉两种食材汇聚到一起后 将它们灌入盲肠包裹 两种食材的味道相互融合 一下子就蓬蓬上开了 嗯 再注入一些清水 盲肠就开始饱满起来 我看乌仁阿要很小心地 把里面的这个馅给它 就是如果排得均匀一些 对 又要把空气排出来 将盲肠系好后 汤就存在了盲肠中 但保原汤和普通做汤方法不同 它的秘诀就是汤不是熬制 而是用水蒸出来的 四十分钟后 保原汤蒸好了 我已经能闻到这个香味了 汤 现在还没看到汤在哪啊 汤马上就出来 就把这个别给 气给先放一下 这个汤全藏在这个盲肠里面 对对对对 这个盲肠咱们是不吃的是吧 对 这个就可以不吃 现在里边的这个 咱们喝汤 现在喝汤看看 里面的肉沫汤全都流出来了 这个香味很浓哎 哎呀很香很香 这个里面啊 现在是既有羊肉的鲜香味 还有这个沙葱的这种 也是很香的味道 但是呢 好像有点这个韭菜花的味 我要赶紧尝一尝 这真的是我喝过的 羊汤里面最最鲜美的一道汤了 除了肉食 牧民们每天最离不开的 就是奶制品 奶制品的种类非常多 有一种食物千万不能错过 那就是奶豆腐 奶豆腐的做法有很多 其中的拔丝奶豆腐 是猛餐中必不可少的一道招牌菜 受到众多时刻的欢迎 吃过拔丝苹果拔丝红薯啊 第一次吃拔丝奶豆腐 看看它到底能拔出多长的丝 现在蘸水 嗯要蘸一些凉水 小 contar说 它稳住伤 当成长稳住 哎 你看 哎 哦 还能扯得更长啊 嗯 可以 现在已经有 得有一米了已经 放在水里是不是 放在水里蘸一下就可以了 好 尝一尝再把它写 这个过程是非常美妙的 吃到这里感觉很香 孙师傅告诉我 这个过程是非常美妙的 尝一尝 非常的香甜 刚才还是那个 硬硬的奶豆腐块 现在已经是非常的松软了 而且这个口感非常好 很细腻 这个甜的很细腻 甜丝丝的这种感觉 而且外面这一层皮是这个 大家看很好看 金黄的 而且嚼在嘴里面脆脆的 巴丝奶豆腐口感软韧香甜 但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 这巴丝奶豆腐的原料却不是豆腐 那这奶豆腐究竟是什么呢 当地牧民告诉我们 他们利用草原的新鲜物产 把牛奶作为原料 制作成各种奶制品 奶豆腐就是其中一种 现在从这个牛奶这个面上取的 这层东西是什么 猪肺 四老师给翻译一下 这个东西叫猪肺 就是奶的那个上层那一层呢 把它召出来以后呢 它就是成了三层东西 第一层叫猪肺 猪肺啥啥意思呢 就是高脂肪 连黄油的那个奶脂 就是高油脂那个东西 第二层那个东西 我们现在看到那个白的 那个就是那个乳汁 完了以后生下的这个东西 就是水分里 水分已经是这种三层了 所以说那个第一层就是绝合 那把这些都区分开来做什么呢 这个是做黄油 这个是做黄油吗 嗯 这个是做奶豆腐 这个就是割到锅里的 现在这个东西 这个刷揪呢 那么做奶豆腐出来的水 那个水分排出来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一般叫酥子 酥子就是因为酸汤 酸汤 就是防水汤 这等于说把牛奶的这个营养成分 又再次地做出利用 再次地利用 对 弩日吉玛是当地的蒙古族牧民 做奶豆腐是几代人传下来的手艺 奶豆腐的传统做法是 在夏季 牛奶自然发酵两天后 披去上面一层的高脂肪乳 流下的奶汁才可以倒入锅中 牛奶经过不断熬煮 蛋白和乳清在火力的作用下 渐渐分离 弩日吉玛不断撇出酸汤 流去牛奶中最精华的部分 四十分钟以后奶香味渗出 当水分全部挤干后 奶豆腐的制作就真正开始了 奶团需要不停地搅动 这样才可以保证奶团不会粘到锅底 乳烧不小心 奶豆腐制作就会前功尽其 做奶豆腐的另一关键 就是要掌握火后 火不能太旺 要用文火加热 火后决定奶豆腐的口感 最后乳清被彻底耗干时 针针奶香飘来 奶团被趁热盛进模具中 奶豆腐终于制作完成了 因为富含氨基酸 营养丰富 奶豆腐被誉为牛奶的精华 由于草原气候恶劣 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或者干旱 都会造成牲畜死亡 牧民们都会储存奶豆腐 来抵抗恶劣天气 那么奶豆腐的传统保存方式 是什么样的呢 宋老师 像这个奶豆腐制作完成之后 怎么来保存它们呢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 就是最为保存的做准备 像我们先做出来这个东西 凉一天拿出来以后切成片 晒干了 这是晒干后的样子 对 这是你看蛋干 像这个是一阵切成跳 一阵干透了 你看 这就是奶豆腐条 奶豆腐条 尝一尝 这个包制期一般是一年 很脆这个 很脆 甜甜的 脆脆的 所以说我们这些东西呢 明年到春天 这个三四月份的时候 还可以吃 因为我们 不坏啊 不坏不了 还是因为是一点水分都没有了 把水分塞上 一点没有了 所以说你 以外是我们用这种棉布袋 装好了以后呢 因为我们这儿天气特别旱朗冬天 所以说这个 我们就不用那个冰箱 冰箱之类的东西 就得搁在那个我们的残库里头 就这种 用这个牛条做的那个包里头呢 一冬天就坏不了 所以我们随时吃这个东西 奶豆腐原本是游牧 或者出远门式的干粮 传统做法的产量小 只能满足牧民的家庭生活需求 如今奶豆腐变成了八方食客喜爱的风味佳品 开始批量生产 作为商品进入市场 新式奶豆腐在制作过程中 它的发酵和保存方法都有所改进 成品不需要晾晒 直接包装即可 但在制作流程上 仍然保留了传统奶豆腐的做法 改良后的奶豆腐样子饱满 很像馒头 也更富有弹性 戴庆是这家作坊的老板 奶豆腐制作的传承 这个发酵 鲜奶的发酵式 牛奶发酵式 这个温度好低啊很冷啊 这个我们一半控制到16度到17度这个方向 哦 这样的话我们第一进来 先奶以后过滤 放到这个咱们缸里嘛 发酵个16度这个温度上 一半三十六个小时 戴庆有牧民变为商人 会手艺懂经营的他 一年卖出的奶豆腐就有四万多金 年收入能达到二十多万元 在西林国勒 有一种酸奶是草原上独有的 当地人认为如果每年夏季 连续食用二十多天 这种酸奶会有去病强生的疗效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酸奶 它对人究竟有哪些好处 蒙古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 马被蒙古族视为最神圣的动物 肥美的草原孕育出丰富的物种 因为这里提供了优良的马奶资源 西林郭勒蒙的驻地西林浩特时 被誉为中国马都 距离马都一百多公里的西乌期 呼格吉勒图家的酸马奶 远近闻名 一到夏季就是呼格吉勒图家 最忙碌的时候 每天都有大批的回头客 来这里购买马奶 加油了 您喝这边的酸马奶喝多久了 年年都喝 大概有多长时间 我们初学在这儿出生的呢 那得喝了有几十年的时间了 准备买多少啊 50斤嘛 25斤的铜 25公斤的铜 过两年我们有帮来40位朋友 让每个人尝一尝 呼格吉勒图把牧场 扩大到200多匹马 其中小马君就有70多匹 即使到了销售旺季 也可最大限度保证马奶的供应 这马奶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受到当地人如此追捧呢 像现在就是奇募阁要给这个马挤奶啊 对对对 哦 这种 我看他的动作好流畅啊 对对对 你试一下吧 哇 那我跟奇募阁学一学 就学一学吧 真没想到啊 这个第一次跟马的亲密接触 就是要给这个马挤奶 还没骑过马就先给马挤奶 哇 他会不会认生啊 哦 你就急吧 你就那样急 哦 我看你这个头要挂在手上面 哇 哎呦 他一动我就好紧张啊 这个手 这个不用拿了 我把手给您 哎呀 哇 哎呦 为什么他在看我 挤这个是吧 我挤这个 哎呦 为什么我挤不出来啊 哈哈 哎呦 为什么我这边他们 我这边给这个马挤不出来 哎 已经说了 哎呦 这个马好乖啊 太给面了 太给面了 哦 大概什么时候知道 这个马已经不可以再挤奶了 挤到什么程度 这挤完了 哦 这边已经流不出来了 2004年 当地出现大范围干旱 呼格基勒图饲养的实际匹马 无一成活 这一下子 让呼格基勒图损失近20万 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热爱的养马事业 随着西陵固热盟旅游业的发展 马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呼格基勒图也通过再次养马 走上致富的道路 那像这么多的马奶做完的酸马奶 咱们拿出去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现在13块钱一斤 就当地 当地批发13 因为外出就不一样了 批发到13块钱 那在不同的季节这个价钱一样吗 普通的季节 就是这个6月份到10月份的价钱是一样的 冬季的话就不一样了 冬季就是一般都是30块钱 这种的一斤 到冬天的时候 可能是不是跟这个马产奶的产量有关 那有关系 产量就少了 一天也就个二斤 酸马奶也称马奶酒 早在秦汉时期 就成为流行在草原地区的传统饮料 有鲜马奶经过撞击发酵而制成 那像这么一桶马奶 就这样一直来回搅来回倒着 这要多少次 两千多次 一定要这么多次 对呀 必须的 这个数量必须保证 第二天出来的马奶不是这个味儿了 是不是要充分地来保证这里面的马奶 是个完成发酵了 对对对对 保证这个数量必须得两千多 没有这个两千多的数量 这个马奶就是不成功 就发酵得不好 一个是有酸马奶的底子 另外还要是搅拌的均匀 那另外您的这个制作酸马奶的秘籍是在哪儿 现在还不知道 不跟你告诉 不错 我们想稍微知道一点 透透一点 行 我就进去给你拿个东西 好 还藏得很严实呢 对 这是我的美方 各进去以后就是 这我们都看不到里面装的是什么 都能看 哎呦 您祖传的这是 对 已经沉下去了 今年 呼和吉乐图家马奶的产量 预计能达到两万斤 保守估计 这将给他们家 带来二十五万元的年收益 看上去像酸奶啊 跟酸奶不一样 你尝一尝 谢谢 谢谢 我们这个喝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讲究 哦 有这个 我要说 对 甜 地 有这个讲究 先要 敬天 还有敬地 敬地 敬地 这是敬自己这个 敬包 敬包也行 对 要放在额头中间是吗 对 哦 还有这个给父母敬一杯 哦 给父母敬 哎 喝的时候很多讲究 来 这样就可以自己喝了 对 来 谢谢 嗯 尝尝它的味道 哎呀 这真的是有酒的味道啊 我觉得刚喝第一口的时候啊 不太习惯 但是慢慢地去品这个味道 你就会被它所吸引 对 喝完一口呢 就是慢慢悠悠地 先沉淀一下 然后再喝下一口 对 下一口 是吧 就是酒精度含得很低 但是还是能喝得出来 对 对 在《猛医药典》里记载 麻乳 酸性 甘美 味色 酸麻奶能够治疗多种奇病 那这个酸麻奶它的营养成分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它营养成分非常高 新鲜的麻奶是最接近人乳的一个饮品 那么发酵出来的酸麻奶呢 它的含量 有这个乳清蛋白 有多种氨基酸 是矿物质 卫生素含量 也非常的高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在治疗疾病方面 有好多的疾病 都是用这个酸麻奶来治疗 它还有药效是吗 是啊 它的这个药效方面 这是一个万性胃炎的这个酸麻奶 用酸麻奶治疗的处方 这是一个心病 心病的某医生的心病 这个应该是我们说的一个冠性病 对于心脏病的一些治疗也有这个作用 善于发现 并珍惜大自然丰富的馈放 使西林郭勒草原的牧民们 生生不息的生存智慧